是 是 是 台总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在新的设计师 没有找到之前 所有的面料选购 我都会亲自负责 对了 今天 还要等苏州的 一个设计师绘画 我在这儿盯着就行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昨天晚上找爷爷 你都没怎么睡 过年了 穿新衣 戴新帽 吃饺子 还放鞭炮 爷爷 爷爷 你穿这么漂亮 干什么去啊 干 干啥去 过年了我去放鞭炮 爷爷 还没过年呢 那这还不过年吗 该过年了吗 这咋搞的这是 艾总 你回来了 放不去 爷爷啊 好看吗 这衣服这么好看呢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好看吗 真不错 怎么样 哎 哎 爷爷 哎 我记得我那天接您的时候 您就穿这衣服是吧 那当然啊 这是我孙女给我做的 我没给您做这衣服啊 是我那个孙女给我做的 你不领我玩 我让她领我玩 哎 那个孙女 哎 姐 爷爷说的 可能是那个人喜爱 喜爱 哎呀 真好看 爷爷 嗯 商量个事呗 你说 这衣服借我用一天 哎 那 那不行 哎呀 我就用一天 那不行 十万火机 我跟你说 嗯 我借你一天 你领我出去玩一天 行 行 我这就陪您出去玩 好吧 那咱换点衣服出去玩行吗 那行 那行 哎呀 我跟你说 你说话要算数啊 哎呀 我说话算数 人家这衣服啊 那工啊 做得比你那服装厂细多了 绣笼啊 再多加出二分 行嘞 那就更好了 哎呀 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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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他怎么哄我 他怎么哄我啊 他 他哄你是他不对啊 咱们换点衣服啊 走走走 我不去 我不换 爷爷爷爷这样 你换了衣服 我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你带我出去玩 你老说带我出去玩 也没见过 爷爷我要再骗你 我就是小狗啊 快走 你老大小狗你 爷爷 你看一下 这是招这件衣服 绘的样板图 不错啊 有点意思 传统的中式风格当中 带有一些个人特色 如果再能设计几款女装 就更好了 我觉得这个设计师能用 估计用不了了 为什么 这个设计师是谁 我亲自去找他 喜爱 你好 你又来看爷爷呀 不是的 我今天是来找艾总的 她在家吗 不在 下午的时候回来过一趟 可是刚进门 又着急忙慌地出去了 我的衣服呢 我的衣服呢 我衣服呢 你把我衣服携走干吗 那是我孙女儿 为我过年做的 红段子棉袄啊 你 你拿走干什么吗 你说你 你干吗拿走吗 你真是 别着急 这是咋了呀 爷爷爷 衣服在里面呢 在里边 啊 我给你放里边去吧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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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这是咋了呀 你给爷爷做的那件糖妆 被艾总扒走了 老人家穿得好好的 为啥扒走呀 我也不太清楚 说是 厂子里有什么紧急情况 说是设计师跑了 把你做的那件衣服 拿去救急了 设计师走了 活该 这帮你来得可真快 谁让他不安好心 还有哥呢 厂子倒闭了才好呢 这厂子要真倒闭了 门多克咋办呢 你说他熬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混出个样 喜爱 你该不会是想帮他吧 他都这么害你跟我哥呢 这门多要是过得不好 我跟你哥能安心吗 可是都是他害的 我哥才进的拘留所呀 只有他好了 天明的事情 才可能有转机 你一向来都是找门堆的 今天来找我算是希克呀 我听说厂子里遇到了困难 急需服装设计师 我现在学的就是服装设计 而且我也特别爱设计不同的衣服 如果我能帮得上忙 我一定竭尽我所能 你愿意帮我们公司 我愿意啊 咋了 你不信我 信 当然信 你是为古天明来的吧 你想以帮我做筹码 来换门堆为古天明作证 对吗 这个条件挺好的 艾总 我就是单纯地想来帮忙 什么条件都不会提的 这人都有遇上困难的时候 如果恰巧我能帮得上忙 出点力算啥 至于门堆 他帮不帮古天明作证 那就看他自己的良性了 喜爱 谢谢你啊 我真没想到 你来帮我什么都不为 不过 我就不明白了 门堆怎么突然 对你和古天明就 我想知道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来 门堆啥都没跟你说 这 这个事说来就话长了 没事 你说吧 刚好我也想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那我就跟你从头说起 你说他是咋回事吧 这都啥生了 还能帮别人忙 只要是别人把我哥卖了 他还不得去帮着收钱去 你就别说喜爱了 他心好也不是啥错 是 心好不是错 可是他用错地方了 你快想想 怎么才能把我哥救出来 这 这我想不出来 不行 你必须得想 快点 要不这样啊 咱去派出所跟人家说说好话 那能行吗 派出所又不能跟咱们商量 他能听咱们的吗 你说天明哥把村车给了门堆 那这钱肯定是门堆拿了 对呀 那然后呢 门堆拿了钱肯定放在他家里 咱俩悄悄地进去把钱找出来 这样不有证据了吗 咋找啊 那钱上没写名 咱俩哪能认得出来啊 也是呀 那这样我也没办法了 这 这笨样吧 还是我自己想 不行 我得出去啊 季芬 季芬 季芬芬 你个没良心呢 你良心把狗给吃了 狗还知道报恩呢 你还是不是人 你瞎喊什么呀 瞎喊一边说去 我 你怕啥呀你 走走 我就在这儿说 你 你放开我 放开我 胡金凤 你为你哥打抱不平 我特别能理解 真的 那谁为我哥说话呢 你应该也知道了吧 我哥怎么死的 就是被谷天明害死的 不可能 咋能是我哥害的 到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哥是怎么帮你们家的 你现在把他往牢里送 你咋想的你 你根本就不明白 我心里的感受 谷门多 我劝你想想你嫂子 你这么害他和我哥 他还一心想着 帮你们肠里的忙 你不觉得脸红吗 你别光顾了指责我 要是你哥也死了 你还会这么说吗 门多儿 夕夜来找过我了 他主动提出帮忙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他真的要来帮忙 为什么 为什么 没事儿 你如果不想他来 我们可以再换其他的设计师 海总 你不用考虑我 我 你自己决定吧 行 我知道了 海总 自从谷天明被关进去之后 我心里并不是很痛快 是 我好几天都没有睡过好觉 我总是觉得 觉得心里面特别煎熬 那证明你还有良心 温顿 你和谷天明 任喜爱之间的渊源 还有你的过去 你哥哥的去世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说呢 你都知道了 真没想到你经历过那么多痛苦的事 但是 我觉得谷天明没有那么可恨 那场车祸的责任不能全算在谷天明头上 你可以不原谅他 但是以这种方式惩罚他 确实过分了 是 门顿 我跟你说过 我爸妈是因为车祸去世的 那个时候我上高中 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不过还好 我还有爷爷 当时他还没糊涂 虽然他知道司机不是故意的 车祸发生的时候根本杀不住车 可他气得还是要发疯 揪着那司机就要打 不久后爷爷想明白了 他说 他说那司机不是坏人 为了生活挺不容易的 所以放弃赔偿 不再追究了 门顿 爷爷能做出这个决定 你知道有多痛苦吗 在这个世界上 最痛苦的事也不过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别说了还在 我去自首 你可想好了 误告陷害罪 是要判刑的 判刑就判刑吧 总比心里面一直受着煎熬也好 艾总 真是太对不起你了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还给你吵这些麻烦 你就叫我嫂子来吧 凭他的聪明和为人 一定能够帮你渡过难关的 好 你等等 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犯了知情不报罪 不不不 艾总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完全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 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 行了 我送你 天明 走 回家 走 来来来 咱喝一杯 给我哥接风 去就会去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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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高兴 也不高兴 因为这样 门堆就要进去了 他自找的 活该 伤得陷害我哥的 芳儿 话不能这么说 毕竟最后 门堆站出来说了真相 这就说明他还是个爷们儿 艾总 你们都在呢 快送吧 我问过律师了 如果按照诬告陷害罪的话 可能真的要判刑 可是如果按照报假案的话 也就拘留五到十天 艾总 今天我和喜爱呢 第一时间就去了牌业所 跟他们说了 这是个误会 加上门堆呢 能主动地去自首 应该不会处罚得太重 放心吧 没了 门堆犯了错误 那是应该的 接受处罚 那是应该的 不过 我今天是特意来请喜爱的 我想正式聘请喜爱 担任我们厂的服装设计师 但是不知道喜爱愿不愿意 我愿意呀 这可是一大好事啊 来 咱们喝一杯吧 来来来 喝喝喜爱成为大设计师了啊 谢谢艾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的事儿 咱们一笔勾销 艾总说得好 我们喝一杯吧 来 天明哥 我现在知道了 心里面的煎熬比什么都难受 你能扛那么久 这点我佩服你 闻队 我对你 对你们家的亏欠 今天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 你能原谅我 我真的特别高兴 以前的事情不再追究 并不代表我就原谅你了 是是是 我更希望我嫂子能够幸福 从今以后 一定要对我嫂子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其爱特别地幸福 咱们喝一杯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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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吃 食材 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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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吃 吃碗排骨 来 谢谢 去 闻队 你喝多了 别喝了 喝多了 来 来 来 必须跟前面哥喝了喝一个 来 来 小燕 喝多了 前面哥 嫂子 你们是不是不知道 真的 我这件事必须得谢谢艾总 真的 那个 姐 这杯我必须得敬天 喝多了啊 我先送你回去 我真 不 这没事 没事 我们跟你一块吧 你们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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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送他就行 没事 真没事 可以 可以 你们能行吗 司机在忙 在 在 在 你确定没问题 好 吃飞哥 那慢点啊 那路会儿一定要慢一点啊 好嘞 笑啥 你别说啊 我觉得艾总跟门堆还挺般配的 你啥主意学得乱点原样谱了 没乱点啊 这艾总啊太强势了 这门堆又聚 那个那个 别说别人的事了 你这刚才一直门堆在那喝 我都没捞扰喝 我也没怎么喝 然后咱俩喝点 我要真敞开了喝 你不一定是我对手 那是是是 我当然喝不过你了 这不都说那个喝酒的 怕三种人吗 红莲袋的 扎小便的 然后那个兜里穿小便的 你人沾两样 我当然喝不过你了 我 我就算能喝过你 我也舍不得往死里喝你啊 我今天真的高兴 不光是因为你和门堆都出来了 还有 我给艾总他们公司 设计衣服的时候 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你听啊 你让我猜一下 你是想给咱们俩设计一套 忠实的婚服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过你画的那草图啊 你今天怎么偷看别人东西啊你 行 今天过年 我想咱们俩早点回去 把咱俩的事呢 告诉我爸妈 那万一你爸你妈 见着我们俩在一块不高兴的话 怎么可能不高兴呢 我现在担心的是 告诉咱俩之后 把他俩给高兴坏了 见过爸妈之后呢 我想去你家 重视地拜见一下岳父岳母 把咱俩的婚事给定下来 都听你的 咱俩喝一杯 别多喝了 我跟你说了别喝了 开心嘛 来 行 咱俩再喝一杯 咋啦 我刚才看到朱大清 带一个女的还有一小孩 从这儿走过去了 不可能 我绝对没有看错 那个样子特别亲密 你看就是一家三口 你不会喝多了看错了吧 我刚喝一杯 怎么可能喝多呢 这个朱大清不会把乐乐给骗了吧 来 来 来 我喝这么多耶 你这样拿 来拿 没事儿 许晗 你这 高兴你 你啥子少喝点 我自己来就行啊 姐 来 来 来 喝点水 好 艾琪 我刚才迷迷糊糊的 好像还梦见我妈了 我妈好像还扶着我 行了 你快睡觉吧 不行 明天你先回家看看你妈 艾琪 你是不是想让我走 又不好意思说 别胡思乱想 谁能不犯错误呀 公司的人都知道你出差了 好了 快睡觉吧 明天还有好多事要办的 谢谢艾琪 早点睡 这是我的名片 交换一下 我这个事情 你最好看 我跟大家说 我想怎么样 你得把我어준我 你希望我能有 你要去转开这张 你不需要 你能不能把问题 哪有问题 公安局 你要不是违法乱纪的话 我也能帮上你点吗 朱老板 这些方面都没啥事 我之前说话呢 不过大脑 您别建议 你知道我是一农村来的 对做生意这方面的事情 是一窍不通 所以呢 今天请您来是 跟您取取经 学一学习 做生意这方面的事 你那公司怎么样了 啥公司呀 我那就是一小修车铺子 这生意不好不坏的 反正也饿不死 也撑不着的 别那么想 修车铺子那也是个公司呀 让我给你介绍几单大生意 那太谢谢朱老板了 不瞒您说我这特后悔 小时候不好好读书 没能上大学 现在吧 就特羡慕那些大学生 不用像我这样 每天蹲在那个破车的屁股底下 把自己弄得整天 乌气骂黑的 别那么想 大学生呀 也是看着光鲜亮丽的 我公司就用了好几个 我告诉你 以后把你那小公司做大了 做成大修车铺的时候 你也顾几个使唤使唤 你这哪敢想 顾大学生的事 这做大我都不敢想 朱老板 女儿学习还好 还好 这是什么 你不想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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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想要死 前妻 可据我所知 你口中的前妻和你还没离婚呢 你今儿是来套我话的 对 那行 我告诉你啊 妈 我不瞒你 我没离婚 但是呢 我爱乐乐 我要和她结婚 我正在想办法离婚 你也是个离过婚的人 离婚那么容易吗 我老婆现在一直不和我离 我还有个闺女那么小 但是我一定会离 我会娶乐乐 朱大清啊 希望你能听明白 我今天找你 不是逼你离婚 也不想让你的女儿 失去你这个父亲 我只想问你 你想骗乐乐到什么时候 我没有骗她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正在想办法离婚 这是我俩的事 我希望你不要管 我当然知道这是你俩的事 我也不想管 虽然我跟乐乐离婚了 但我依然把她当妹妹看 我希望她过得好 过得幸福 我不希望她被别人骗 朱大清 我一光剪的 不怕穿鞋的 我希望你好自为之 是 狗拿好的 真的 这朱大清怎么是这样一个人 没聊两句就落馅了 你说乐乐啥不啥 不怕 你心疼她了 心疼 毕竟夫妻一场嘛 虽然这辈子 我跟乐乐夫妻的缘分近了 但我依然希望她能过得好 喜爱 和你在一起 我啥都敢说 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 心里是敞亮的 因为我知道 你相信我 不会想歪了 那可不一定 我这人也没有那么大度 你要是敢对不起我的话 我也不是好惹的 你觉得 我能干对不起你的事 疼你还来不及呢 哪舍得让你受委屈啊 对不起 还是怪我心修虾宅 还是怪我新修夏磷 明知道我哥的死 不能全赖天明 嫂子这辈子对我家恩重如山 好不容易在对的时间 找到新的爱情 我应该真心祝福她跟天明哥 好 乐乐 今天有两件好事 你想先听哪一件 第一件呀 是我已经成功地收回了 我前期的股份 很快 法人就会转到我的名下 第二件 年底咱俩就结婚 我在香港啊 已经给你订了钻结婚纱 咱们办一个豪华婚礼 大静 你再说一遍 我都安排好了 你还想要什么 我啥都不要了 我只要你跟我结婚 好 好好好 你稍等一下啊 天明哥 你电话 谁啊 我不知道啊 妈 有事啊 好啊 那到时候我去接你 我不接你 你自己能找到啊 那成 成 那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好嘞 好嘞 我挂了啊 哥 是不是沈子要来啊 看把你高兴的 原本啊我还想过年回家 再跟他们宣布这好事呢 我妈这一来啊正好 好事 啥好事啊 哥 你说啥好事啊 我知道了 你和喜爱姐 我跟你说啊 我妈来这个事 一定要保密 千万不能让喜爱知道 这保啥秘啊 提前告诉喜爱姐 喜爱姐要好有个准备啊 你懂个啥你 反正你就保密就好了 好吧 保密保密保密 准备上班去啊 嗯 这我啥来啥呢 下班早点回来啊 给你个惊喜 啥惊喜啊 早点回来就是了 神神秘秘 我送你 来 艾总 喜爱 你看一下 这是门多尔采购的 几块面料 你看看哪些更好 都挺不错的 门多尔的眼光真好 对了艾总 你看一下 这都修改好了 这么快呀 这一块 这设计得真不错 那只袖口我特别喜欢 跟云朵似的 喜爱你太有才了 等一下我请你吃饭 别走啊 咱俩好好聊聊 今天可能不行 早上出门的时候 天明让我早点回去 说是要给我一个惊喜 这么神秘 我看是要向你求婚了吧 行了 赶快回去吧 这还没到下班的时间呢 今天就早点回去 我说了算 谢谢艾总 行 那你待会儿早点走啊 我先走了 天明啊 妈 这儿呢 这儿呢 妈 天明啊 天明啊 我说去接你吗 你不让我这儿还担心着呢 这真行 好找吧这儿 那当然了 这儿不是有小琴的吗 你好 天明啊 他叫小琴 小琴 看 这就是我们家天明 嗯 和照片上一个样 咋回院 走走走 进屋说 走 还挺好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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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挺大的 真暖和 妈 你饿了吧 我去给你做饭 天明哥 厨房在哪儿 这儿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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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呀呀 谁呀这是 咋还带个人来啊 夏琴啊 是你没过门的媳妇 妈这次带她来啊 就是让你们好好处一处 啥未过门的媳妇啊 我咋不知道 你现在知道也不晚啊 我问你 离婚多长时间了 你想打一辈子光棍了 我们不给你张罗 你自己一点都不着急 夏琴可是个好娃 从小受过苦的 人又老实又踏实 那干活可麻利了 妈可喜欢了 你们处一段时间 就把混结了 啥 啥处一段时间 就把混结了 这谁啊 我认识都不认识 我跟她结婚啊 我是人不畜生 你拉不到一起 我俩就配了 这结婚得有感情 那感情不是 培养出来的吗 我带她来 不就是让你们 培养感情的吗 我跟你说实话 我跟喜爱好了 我俩准备结婚 原本这事啊 是准备过年回家 再跟你们说的 你现在你来了正好 现在就告诉你 你这这这这这丫头 你拿整来的 赶紧给整回去 你咋说得这么轻巧的 你和小秦的事啊 我跟你爸都跟人家说好了 咋退啊 我彩礼都跟人送了我 你和我爸 是不是早就知道 我跟喜爱的事了 所以她整这么一压头过来啊 天明啊 这事你必须听妈的 妈这是为你好 你干啥呀 妈 我这还有点事 我出去一趟 别别别 天明 说这孩子 文端 都下班了 这喜爱咋还没出来啊 我嫂子早都走了 她今天下班早 早都走了 我先走了啊 婶儿 喜爱 婶儿你咋来了 婶儿的好禅世界没见你了 你说这城里啊 还是比农村好 你看你都变了一个人似的 还好吧 我挺好的 婶儿 你来之前咋不说啊 我应该去接你的 别那么麻烦了 饿了吧 我赶紧给你做饭去 这 喜爱 她叫小秦 是天明的未婚妻 你 这 安全 你 我 那 谢谢大家